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范例 我们要求这一个矩阵A的 Orsonomal EigenValue 那你注意一下 这个矩阵呢 它是Hermitian Match 原来呢 AV 等于A 那我们来看怎么来求它的Orsonomal EigenValue 我们先把它的IgenValue求一下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 -2,-2,-4 那我们先来看 当Landa等于-2的时候 你把它 带进来这里 你就可以得到 这一个矩阵 然后乘上这个IgenValue要来等于0 那我假设V1呢 它等于S1,S2,S3 然后你把这个矩阵 乘到这个V1 你就可以得到了 3S1然后 加上0乘以S2得到0 不用加了 然后3乘上S3得到3S3 然后呢 000乘上S1,S2,S3得到0 然后303乘上 S1,S2,S3得到3S1加上3S3这样 然后呢 等于 这个0向量 也就是等于 000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 3S1加上3S3等于0 也就是 S1它等于 负的S3 或者是说呢 S3等于 负的S1 所以呢 我们把 S3把它改成负S1 这样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向量呢 S1的上一边 S2的 上另外一边 也就是呢 把它拆开来 变成这样 然后呢 我们把 这个向量的 S1提出来 然后 这个向量的 S2提出来 所以呢 我们现在得到了 两个线性独立的 eigenvector 也就是 这两个 但是它是要求 Orthonormal eigenvector 所以呢 我们 利用 7.2节 教过的 把线性独立的 eigenvector呢 变成 Orthogonal的 eigenvector 也就是呢 你可以得到 Orthonormal 以后呢 这两个向量 变成 这两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当randa等于4的时候 你把它带进来这个 矩阵里面 你可以得到 这一个矩阵 然后 我假设它的 iigenvector 是v2 然后呢 这边应该是要等于0才对 我没错 要等于0才对 所以呢 我们现在令v2 它等于 s1 s2 s3 然后呢 你把这个矩阵 乘到这个v2 你就可以得到了 这个-303 乘到s2 s3 得到 -3 s1 减掉 加上 3x3 然后呢 0-50 冲进来得到 -5x2 然后30-3 冲进来得到 3xd 减掉3x3 这样 然后呢 要来等于0向量 所以呢 等于 0 0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呢 -3xd 加上3x3 等于0 所以呢 s1等于x3 然后呢 -5x2 等于0 所以呢 s2要等于0 所以呢 你把 s1等于x3 也就是把这个x3 改成s1 然后呢 s2把它带0下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v2呢 它是要来等于 s1 0x1 然后我把 s1提出来的话 就可以得到 10 这样 那 101 它就是 heigenberg 但是 它现在还没有 autonom 所以我们把它autonomal以后呢 就可以得到 这个 autonomal的 heigenberg呢 它是 我把它执在这里 它是分到2分之1 101 这样 所以呢 我们这一题 已经 解出来了 这三个 autonomal eigenvector呢 就是 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这样 那这一题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延伸 这一题呢 我们可以利用 定理7.4 7.3 1 因为呢 A 它是一个 hermitian matrix 所以呢 这三个 autonomal eigenvector 所形成的 矩正P呢 它会把 PT 乘上A 乘上P呢 变成一个 对角矩正 而且这一个对角矩正 它的 对角线元素呢 一定是 A的 eigenberry 也就是 你看 -2 -2 4 它是 这个 A的eigenberry 这样 不信的话 各位同学可以自己称一下 那注意一下 这个P矩正 它的第一行呢 是 这一个 eigenberg 那它的第二行呢 是这一个eigenberg 那它的第三行呢 是 这一个eigenberg 那各位同学如果 没有信心的话 可以老老实实的 把这个 PT 增上A 增上B 老老实实的做一下 你做出来的答案呢 还是会等于这一个 对角矩正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个翻例 它要你找一个 orthogonal matrix P 那P呢 它可以对角化 A这个矩正 也就是说呢 P矩正 再乘上A 再乘上P呢 会等于一个 对角矩正 而且呢 这一个对角矩正 它的对角线严肃呢 会等于 这一个矩正A的 I 跟berry 那为什么 这一个 矩正P 存在呢 这是因为呢 A矩正呢 它是一个 Permission matrix 也就是 A Vegor 等于A 所以呢 我们根据 7.4.3解 Permission matrix 我们知道 这一个 orthogonal matrix P呢 一定存在 那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解 这个P 我们要解这个P的话 就是先把 A的 eigenvalue 求一下 各位同学自己做吧 你可以求得 它的 eigenvalue呢 就是 3355 那我们先来看 landa等于3 它对应的 eigenvector 就是多少 你自己做一下的话 你可以得到 它有两个 线性独立的 eigenvector 也就是 这两个 但是呢 因为呢 我们是要求 orthogonal matrix 那orthogonal matrix 它的每一行呢 一定是 互相 orthogonal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 这两个线性独立的 项量呢 把它 orthogonalize 所以呢 你就是根据 7.2解 把 这两个线性独立的项量呢 把它 化为 orthogonalize 也就是 变成这两个 orthogonal 的项量 那再来我们来看 当landa等于5的时候 我们可以求得 有两个 线性独立的 eigenvector 那我们也是一样 因为呢 P呢 它是一个 正交矩正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 它的 每一行呢 变成 orthogonal 所以呢我们把 这两个线性独立的项量呢 利用7.2解 把它化为 orthogonal的项量 也就是这两个 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正交矩正P呢 它的 第一行呢 这个第一行你要再乘以 这个根号 二分之一 你就可以得到 它跟 这个降量是一样的 然后呢 P矩正的第二行呢 它跟 这个 降量是一样的 那第三行呢 它跟这个 矩正是一样的 那第四行呢 它跟 这个降量是一样的 这样 那PT乘上A乘上P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 对角矩正 而且呢 这一个对角矩正 它的对角线元素呢 是 3355 刚好会跟 这个A矩正的 I跟Value 完全一样 不信的话各位同学可以老老实实的 来乘一下 这个 PT乘上A乘上P 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个翻译 它说在二维的 比卡而坐标 下列这一个曲线 的哪一点呢 会与 坐标的圆点 是最近 还有哪一点 会跟 圆点 会是最远 那我们来看怎么做这一点 你看 它这一个曲线呢 是二次次 所以你一定会想到说利用定义 7.4.5之1 来做 也就是把 它的坐标呢 化为 Principle X 所以呢我们利用这个 5 6 5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 矩阵 也就是5 然后这里摆5 然后呢 这个6把它拆开来 两个 也就是 3 3 这样 然后我们来求 这一个矩阵的 eigenvalue 我们就可以得到 2跟8 好吧 那 eigenvalue 2它对应的 eigenvector呢 是1-1 但是我们要把它 Personalization 这是根据 定义 1.4-5-1 你必须 把它 Romalization 这样 然后第2个 当 landa等于8的时候呢 它对应的 eigenvector 是11 那我们也是一样 要把它 Romalization 也就是 你可以得到 这样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一个式子的 xy呢 把它写成 等于 这一行呢 就是 这一个 eigenvector 然后第2行呢 就是 这一个 eigenvector 这样 然后乘上 这一个坐标 也就是我现在另外 另一个坐标 它是 xplank yplank 这样 那根据 技巧 c.4.5-1 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方程式呢 它就相当于 把 原坐标 顺值中旋转45度 也就是我们来看 这一个 这个是 x坐标 这个是 y坐标 那现在呢 这个方程式呢 它就是把 这个 x坐标 跟y坐标呢 顺值中旋转45度 旋转45度 也就是 它变成 蓝色的 这个坐标式 你看 它这个 x轴 转45度 变成 xplank 那这个 y轴呢 也转45度 变成 fplank 这样 所以呢 你订了 这样子以后 把它带回去 这个式子 你就可以把 这个式子呢 画成 2xplank 平方加上 8yplank 平方 等于 8这样 这各位同学 应该会自己做吧 你就是利用 定理 7.4.5-1 我画一下给各位同学看 原是 原是我们把它写成举正的形式的话 就是 sy 然后乘上 5 3 3 5 然后呢 乘上 sy 然后等于8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式子呢 把它写成举正的形式就是这样 然后呢 你现在订了这样子以后 也就是你把 sy把它换成这样子 我把它带进来好了 这就是 d v d d 然后 s y 然后挂号 要取转质 然后呢 5 3 5 照照 然后呢 乘以 xy xy就是这一个 你把它带进来 然后呢 等于8照超 那你 由这个式子呢 说可以得到 2s平方加上8y平方等于8 这样 其实你也不用这么麻烦去算这个事情 因为呢你直接有 eigenvalue 2跟 eigenvalue8 你就可以知道呢 你化为 principal axis以后 这边一定是带2 然后呢 这边一定是带 eigenvalue8 这样 然后这里是 s principal 的平方 也就是这个sprincipal 然后呢 这边就是 这个yprincipal 平方这样 然后呢 等于8 照超的这样 你不用这么麻烦去 乘这一个矩阵 直接就是套用 公式也就是 我们在 这一个定理系点是 点5之1 讲过的 这个前面 一定是 eigenvalue 然后 它后面跟的一定是 sprincipal跟yprincipal 这样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除以2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 所以呢你看 这一种形式 就是 椭圆的形式 这个我们在高中数学第3册 或者是第4册就已经学过 这是 椭圆的 表示式 那你把这个 椭圆 把它划为标准式的话就是我们 再把它处理试一下 比如说是 4sprincipal 然后呢再加上 yprincipal 然后等于1 所以呢 这个椭圆它的长途呢 的长度就是 4 然后呢 它的短途的长度呢 就是 2 也就是 我们把这个椭圆呢 画在 xprincipal还有yprincipal 它就是红色的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半长途的长度呢 就是 4除以2 也就是2 然后呢 半短途的长度呢 就是 2除以2得到1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 它离 远点 最近 的距离呢 就是1 也就是这里是1 然后呢 最远的距离呢 就是 这一点 也就是 这一点 离 远点 它是2 这样 那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求这个 最短距离 还有最长距离 也就是我们利用参数的方法 这一个曲线跟远点的距离呢 可以用根号 s'平方 加y'平方 来表示 这是利用第四定理而已 然后呢 我们有 这一个 椭圆的方程式呢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把s'跟y'解为参数的形式 也就是 s'等于2cos y'等于3s 这我们在高中就已经学过了 所以呢 你把它带进来这里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 然后呢 我们知道s'平方c'它呢 它等于1-cos'平方c' 所以呢 你把它带进来 你就可以得到根号 1加3cos'平方c' 所以呢 当c'等于2分之拍或者是2分之3拍的时候呢 这个cos'会等于0 所以呢 这个距离 最短的距离 也就是1 那当c'等于0或者是c'等于π的时候呢 这个cos'平方c'会等于1 所以 这个时候有最长的距离 也就是 根号1加3 也就是等于2 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翻例 它让你找出 下面 这个244呢 它是怎么样的 圆锥 曲线 然后呢 它让你转变为 principal x 那我们来看怎么做这一句 你看 它这边是17 -30 17 所以呢 我们一定可以把它 换成 举正的形式 也就是17 然后-30把它拆开来 两个 变成-15 还有-15 然后这边17 也就是这里摆17 这样 这只是根据定理 4.5 之一 也就是 定理7.4.5之一 然后呢我们来求这一个矩阵的 eigenvalue 你就可以得到它是2还有32 那 2它对应的 eigenvector呢是E 那你要把它 Normalization 这是根据 定理7.4.5之一 你一定要做 Normalization的动作 很多同学常常忘了 要做Normalization 所以 就得到错误的答案 那再来我们来看 Landa等于32的这一个 eigenvalue 它对应的 eigenvalue呢 是1-1 那我们也是一样 要把它 Normalization 我就可以得到这样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如果令 X1 X2 它等于 这一行 就是 这一个 eigenvector 然后这一行呢 就是 这一个 eigenvalue 然后乘上 Y1 Y2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个244呢 转变为 这边 这边 是 eigenvalue 2 然后呢 这边 是 eigenvalue 32 然后呢 这里要摆Y1平方 这里要摆Y2平方 这如果不会的同学 自己去翻译一下 定理7.4.5之一 能够写成这样子 这只是定理7.4.5之一造性能力 然后呢 等于128造超 那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你可以老老实实的 来做 为什么会等于 2Y1平方 加3Y2平方 也就是呢 这一个式子 它本来是可以写成 S1 S2 然后 乘上 17-15 15 7 然后 S1 S2 然后等于128造超 那现在呢你就是把它转换为这样子 也就是 我们现在呢 这一个 把它变成 根号1 11 1-1 然后呢 我们要取转据 然后呢乘上这一个几阵 这个几阵造超 17-15 15-17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S1S2就用这一个带进来 也就是 转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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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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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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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直接套用c.4 0.51 也就是这里他一定是 eigenvalue2 那这里一定是 eigenvalue32 然后呢 他这边一定是y1平方 这边一定是y0平方 所以呢你看 这个方程式呢 它是一个椭圆 很简单 这边是一种情况 的 你们的情况 当然 的 有点